神中课 经历基督的真实 今天是11月18日 题目是耶稣赢了 话题福音4章1至2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导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早夜 后来就饿了 耶稣受洗之后 正式展开了公开传道的工作 他从欲弹河上岸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去了旷野 在那里逗留了四十日 他这样做的用意 有可能是要在开始向群众传道之前 先花一点时间 为自己即将走上的苦路预作准备 撒旦趁着耶稣独自过着黑棋的生活的时候 就来到他的身边 目的是想令他放弃自己的使命 耶稣度过的那四十日 受尽了折磨 读经的人都应该能够看得出这段日子的重要性 保罗用受洗来比喻以色列人当年过红海的经历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写到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 都从海中经过 都在云里 海里受洗 归了摩西 我们要注意的是 保罗指出教会的盆石 也就是耶稣 当时一直在他们的身边 耶稣不只是在云里与以色列同在 那段跟他们一起在旷野的经历 也预告了他将来要做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经历了红海的洗礼之后 阿伯拉罕的子孙 也都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 由此看来耶稣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呼应就很清楚了 以色列这个国家预表了基督 当年基督籍魂柱、火柱和以色列人一同离开埃及 后来耶稣来到要旦河受洗 最后耶稣去了旷野 逗留了四十日 上帝也曾经对先知河西亚说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虽然两者之间有清楚的对应关系 不过也有一项很重要的差异 就是以色列人之所以会在旷野漂流 是因为他们不能胜过试探 希伯来书三章十九节那里说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相反 耶稣经历过像我们那样的人生 只是没有犯罪 今天当我们受洗的时候 就是向世界宣告 我们相信耶稣已经取得胜利 兴许之地将归于我们所有 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成就 而是耶稣的功劳 今天的神宗课就到这里了 藉着基督的经历 确实可以让我们与耶稣有更亲密的关系 欢迎天日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